好 来 还有一点点时间 我让张军继续讲好不好 我就讲战略的部分吧 就是印度跟伊朗 最近签了一个合同 十年 当然非常重要 有战略上的意义 就是这个伊朗南部的 这个恰巴哈尔港的营运权 开发权 伊朗决定交给印度 很重要 这是印度第一次取得 海外港口的管理权 好 当然我们看到 这个细节当中 今天很多媒体进行了大幅报导 那有人觉得就是 对标中国的一带一路 因为地图拉开来看 有了这个港之后呢 印度可以自己怎么走等等 它有自己一个 类似一带一路的一个想法 它有个大战略在这里 那但是当然眼前的来讲 就是美国非常不高兴 对不对 谁跟伊朗合作 我美国就要制裁谁 所以美国政府立刻听说 签完这个合同 才几个小时之内 美国政府就发出了警告 所有考虑跟伊朗进行商业交易的任何国家 都可能受到美国的制裁 他就是没有把印度写在里面 因为印度也是一个很特别的国家 说实话 美国欺负大家 但是就是唯独碰到印度的时候 得稍微想一想 所以这个张军你怎么看 拿下这个港之后呢 我相信这个中国心里也不太舒服 美国心里也不太舒服 最重要美国心里也不太舒服 因为201年美国就对伊朗 因为伊朗发展核武 对 那201年就对这个伊朗实施经济制裁 那经济制裁的话 那这样子的话 如果是印度跟那个伊朗 有这个租界这个恰巴尔港的话 那这样的话是不是就这个伊朗的整个 这个任督额面又打开了 对 你看 因为这个港跟巴基斯坦的 瓜达尔港是姐妹港 相距只有170公里 那瓜达尔港别忘了 这是中巴之间合作的 对 那瓜达尔港是在这个东边 对 那恰巴尔港的话在西边 恰巴尔港刚好扼控整个波斯湾出来 因为从恰巴尔港出来的就是阿拉伯海了 就变成我们讲到的西印度洋 是这个样 所以恰巴尔港是蛮重要 它的战略位置 那这个如果被印度拿去的话 那刚好刚好伊朗 伊朗它需要的是外交突破 经济突破 因为它一直被制裁 那恰巴尔港刚好有印度 印度算是印度就在旁边 印度是大陆算这个地区的话 也算是区域强权在印度半岛 刚好你印度刚好你也需要 那刚好中国大陆只有巴基斯坦 那我有这一方面的跟印度的合作 大家彼此刚好又较劲了 但是美国就不高兴了 美国看它整个制裁伊朗的计划 从其实最早从1979年 伊朗就是美国驻伊朗 大使馆人士事件开始 就对伊朗经济制裁 它历史的因素 恩恩怨怨太多了 累积太多了 2011年是因为发展核武 那个时候欧巴马当总统 但我问一下张昌军 美国敢制裁印度吗 那不会 美国只会 口头上才能讲 那没办法制裁印度 因为印度你如果 有一些相当的合作 印度还有美国很多的投资 100010年这么重要的港 给印度美国都不动手的话 那这是一个信号 那美国大概只会口头上的话 口头上不高兴 那也没办法 印度要硬干的话 现在印度的总 我们叫印度总理的 莫迪的话 真是如日中天 怎么样去控制他 他要做就做了 如果印度收回去的话 叫做莫迪 你不是很厉害吗 怎么美国加两句话 你就收走了 对 这印度的心情 美国的心情 那中国的心情 是不是也觉得自己被针对了 那这样的时候 最重要是我认为是印度 因为印度的话 美国会对印度感冒 但是印度不会收回 那印度认为我是一个独立的 他是在 我是个独立不结盟 你为什么要听你的 那这次收回去的话 他对内政他怎么去交代 对不对 他变成这样 他吞回去 上一次我们知道 莫迪还对加拿大总理 对啊 不辱道的 还讲那个硬话 他都不怕的 乱杀人 对 大家互相在那边 校正的 所以这是 美国大概也只能 口头上讲一讲 这个就是 实际上不会对印度的 经济制裁 实际上对印度的投资 也不会减少 但是他在场面上 政治上 国际舞台上 他要讲这个话 对 印度有需要 伊朗也有这个需要 对 就是伊朗有这个需要 美国也需要印度 从从场面 对 所以大家知道 这个国际政治 非常的这个复杂 牵一把动全身 所以很特别 在莫迪时代 印度的亿万富豪暴增 当然了 讲的好听的说法 就是什么 印度开启了镀金时代 有没有 莫迪开启了镀金时代 印度现在商机满满 但细看来看 就是莫迪扶植了很多神秘大亨 那美国媒体列出了五名超级富豪 这个细节今天没有时间讲 但是大家看一看 总而言之 言而总之过去十年 印度的亿万富翁 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要多 很多一般的财团 到了莫迪时代 当然你得要有关系 也不是所有的财团 对不对 突然之间财富就暴增 大概都是一些基建领域 房地产领域 钱赚钱赚得最快 环球时报也看到很多细节 有三家集团 包园十一住行都有 跟莫迪政府关系密切 那在迅速扩张之后 也没有把资金投入 在这些生产科技研发 几乎都把钱花在政党 选举活动的贿赂上 导致十年来生产的产品 在海外缺乏竞争力等等 当然各个角度你看 当然对印度来讲 这是一个大好的宣传 有没有 我印度此刻今非昔比 我们的有钱人越来越多 甚至他的增幅 超过北京 超过上海 超过中国大陆 当细细扒开来看 你就发现了 这个政商的关系 其实我们台湾曾经 深受其害 季大使 对啊 我跟你讲 印度现在什么都世界第一 人口第一 什么要变成什么世界第四大 第三大 要超越英国 超越德国 没错啦 他还有一个世界第一 他很多世界第一 他有一个世界第一 他的文盲世界第一 印度有25%的人是文盲 总共加起来有2.87亿 全世界37%的文盲 都是印度的文盲 那所以他投票要投两个月 你想文盲怎么投票 而且还有投票率下降的问题 我请问文盲怎么投票 他上面就画一个 这个候选人是画一个马头 这个画一个狗头 这个叫猫头 所以你在选动物 每一个政党都是不同的 他就用这种方法来投 老百姓25%不是字 所以这个民主被西方吹捧的 简直过了头了 全是最大的民主国家 对不起啊 25%的人看不懂 那选票上写什么字 他怎么投票啊 所以我觉得印度民族性 自我感觉良好 被西方人完全利用 就把你捧到你自己觉得自己很了不起 然后呢这次选举之前就怎么样 割韭菜嘛 对不对 宣当时的这个你知道金砖 金砖四国是谁搞出来的 金砖四国是华尔街搞出来的 这个名称是华尔街搞出来的 因为他要制造一个故事 去炒这些国家的股票 结果呢就把印度搞进来了 印度就不断的吹捧当中 然后呢碰风之下 所以现在选举之前啊 就先把你怎么 股票通通卖走 然后让你的股票往下降 放空 等你选完以后 他再回来见便宜了 所以西方的这个资本主义 这个是屡事不爽 就是这样割人家的韭菜 那印度是这样 你说他现在五个神秘大亨 我跟你讲 之前没有一个政治人物 没有神秘大亨的 这是印度的政治传统 为什么 印度这个国家 事实上是四分五裂 真的他那个语言有数百种 你今天从这个地方坐车 坐两个小时以后 那个所有的人都 你完全听不懂 以前我一个同事在印度 他说你不相信 这边有多少种语言 多少种种族 他说他聘了一个当地的司机 结果呢开车出去 他以为这个司机 可以帮他认路啊 对不对 就开车开了一个小时 迷路啊 结果他就说 你这司机你下去问路啊 结果那司机就不下去 他说你问你不下去 他说这边的人讲话 我听不懂 语言不通 语言不通 所以印度人都是为自己 然后呢 基本上这个好 这个这个摩迪 他事实上 他是这个 这个好 这个一个省 叫班格 是古吉拉省的省长 他靠这个什么 重伤 所有的印度人都不重伤 都搞保护主义 就他搞开放 结果他 他这个好 他的古吉拉省 那个好赚了很多钱 可是呢 对不起 古吉拉刚 这个省的帮 就变成他的班底 这里面的人 要拿政府标 要拿什么 就这些人 所以神秘大亨 都跟他个人有关系 他一定搞自己的势力 他没有 印度本来没有这个国家的 英国人去的时候 是小帮邻里 小帮邻里 几百个帮 几百个 各自都是一些什么 苏丹啊 土王啊 一大堆 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 我去过印度 跟你讲他很多省 你去那个省以后 你会发觉 一路都是什么 贫民库 可是那个省政府 那个帮政府 盖得跟皇宫一样 所以印度会有非常 你去看那个 就是那个太极马哈林 那个附近还有一个 红色的盖的一个 漂亮的一个 都是那些王国盖 老百姓呢 真的是平无利锥之地 所以印度这个国家 我就 我常常不是我唱随他 因为我去过太多次了 我觉得他哪有希望 怎么会有希望呢 这个就是说神秘大亨 他从到班 就是说以前的这个甘地政权开始 也就是这样 阿达尼阿达尼 印度人 只管他自己的阶级 自己的这个清竹的这个死活 他有两亿三亿是属于贱民 那些人他根本不必照顾的 所以有些人吹捧印度 我最近还有一个文章说 印度人了不起 他们的哲学思想 这个正古硕经 这个印度老师很有脑袋的 拜托你继续跟他们接触一下 既无诚信 然后也无普世爱人之心 然后自己国内就勾心斗角 然后吹牛 然后你捧他一下 他自我感觉很良好 尤其他那个种姓制度 这就是印度 我们看到也真的是很惨 建民阶级 真是没有办法翻身 所以表面上看起来很好 今天叫做印度 镀金时代 没想到给街大使讲得这么惨人 对对对 真实的状况就是这样 确实如此 真的是这样 感谢观看